世界橋樑界首屈一指的跨海超級工程 港珠澳大橋被譽為新世界七大奇蹟之一 在浙江都有一座鐵路板港珠澳大橋 永洲鐵路 鐵路全長約77公里 設計時速250公里 連接寧波市和舟山市 究竟這條鐵路有什麼特別之處 為什麼又被稱為鐵路板港珠澳大橋呢 因為這條鐵路和港珠澳大橋一樣 主體工程都採用橋加隧組合方式 設計了一段主跨為1488米的特大橋 以及一段長16.2公里的海底隧道 金塘海底隧道 這條隧道比港珠澳大橋的隧道還要長約10公里 建成後將會成為世界最長的海底高鐵隧道 雖然同樣建有海底隧道 港珠澳大橋和永洲鐵路的建造方式並不一樣 港珠澳大橋屬於沉管公路隧道 也就是將預先製作好的管道沉入海底 並在海底進行管道拼接 永洲鐵路是盾扣隧道 也就是轉滑式隧道 要用盾扣機穿越海床下的土壤層和岩石 轉滑出隧道 工程團隊為此設計了兩台超大直徑盾扣機 定海號和永洲號 最大開滑直徑14.57米 總重量達到4350噸 兩台盾扣機分別從舟山、寧波兩端雙向掘進 最終在海底實驗對接 這亦是全世界範圍內 超大直徑盾扣機首次實驗海底對接 永洲鐵路預計在2028年建成通車 屆時從寧波到舟山只需要30分鐘 從杭州到舟山也只需要80分鐘 舟山群島會結束不通火車的歷史 蘆蘆大 Citizen